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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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咱俩对练一下 让伊诺教授指导指导指导 好 好 怎么样 行吗 好啊 好 教授 刚才我看到你看小龙练跆拳道的时候 你好像有话要说 对 你是不是想说 朴正义没有把跆拳道的绝招交给小龙 我见过几次朴正义格斗 也研究过朴正义的跆拳道 朴正义称得上是一位武学大师啊 他在搏击的时候 那是绝招频出啊 好多招式都是吊钻凶猛 那么说朴正义他留了一手 何止是一手啊 大赛上要是小龙和朴正义相遇 小龙会输吗 小龙他全数在高超 脑子反应再快 面对一招半招的怪异进攻 或许防得住 我担心的是 时间长了 会防不胜防 小龙真是实在啊 他已经把所有的招数 都交给朴正义了 小龙 小龙对别人从来不设法 要是揭穿了对他们都不好 教授 教授 朴正义的绝招 你都能掌握吗 虽然说我研究过他的跆拳堂招数 可是掌握不了 他的变化实在是太坏了 小龙这下危险了 教授 教授 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小龙 不 如果你现在和小龙说了 我觉得对小龙没好处 为什么 据我所知 朴大师是一个非常有修养的人 他之所以没有全教小龙 肯定有他的难处 即便这次小龙输了 朴大师能夺冠 也未必不是好事 不管怎么说 毕竟都是亚洲人 出拳一定要快 才能有效地击中对手 来 琳达 我们再来一遍 好 就这样 出拳 再来一遍 琳达 琳达 你先休息一下 小龙 把你跟朴正义学的招数 再拿给我看看 琳达 你也看看我学的招数 好的 母孙 来 来 快出拳 快出拳哪 停 你看啊 踢腿的时候 应该是这样 你踢下 这种踢腿方法是错误 正踢暴露的目标面积大 没有力度 跆拳道的踢应该是先抬膝盖 然后高踢 再往下踢 不但是力量大 而且引力 这非常重要效果 一定要记住 好 再试一下 好 再来 停 可以的啊 小龙 你要记住 跆拳道踢腿时 膝盖的指向 就是它踢腿的方向 你看啊